大家好,我是Nina,好久不见 马上就要过春节了 在截止期间可能大家会有更多的机会去见长辈、亲人还有朋友 今天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干货视频 5个穿衣显贵的小技巧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第一个方法就是利用颜色穿出高级感 这也是我最喜欢用的方法了 像我现在很少买这种碎花或者是logo、花边图案的这种衣服 我现在最多的就是纯色 然后利用色彩的这种大色块去搭出这种比较高级好看的配色 去凸显颜色上的高级感 低饱和度的红色系或者是临近色性的搭配 降低颜色的个性 可以让它们看起来更加柔和一些 我自己最爱用的方法就是认识好看的颜色 把它积累起来 然后为自己所用 看秋场穿搭 或者是看一些高级品牌的选出的颜色 把它记下来 因为这些颜色都是服装设计师或者是品牌精心挑选 很长时间配出来的颜色 趁着皮肤很白皙 而且品牌已经用它 已经进行好匹配了 所以我自己在手机里会建立一个相册 把我平时觉得好看的秀场穿搭 还有家居配色 任何好看的图片我都会放进去 然后在我自己穿搭的时候没有灵感 我就会找这些图片里好看的配色 运用在我自己的搭配上 一些色彩搭配就会比较新颖 所以有时候会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第二点就是一定要注重衣服的面料和版型 那面料一般是天然面料会比较显好 像羊毛 唇棉 丝 或者是压麻 在买衣服的时候 不光用手摸可以分出它的质感 衣服里面还会有一个商标 上面有成分 你通过它的成分去判断 这件衣服到底值不值这个价钱 这个衣服它并不是越贵越好 买衣服的时候也可以选择一些小货品牌 质感比较好的一些衣服 版型是整个衣服的股价 好的版型是会根据人体的比例 把它的版型打捏的恰到好处 穿起来会显得又深又高又挺拔 所以一眼就能定出高级感 好的版型的衣服也是很值得去投资的 像是香奶奶的花蜜外套 或者是Burberry的风衣 Maxmira的大衣 它可以团承好几代人 也不会过时 第三点就是可以投资质感好的一些配饰 像是鞋和包 我觉得都是可以重点投资的部分 包也是在身穿搭比较重点中心的这个位置 有时候一身并不是非常贵的那种衣服 背一个精品的包 看起来就会一下显得贵很多 还有比较重要就是身上的这些首饰 像是金银的这种首饰 或者是珍珠 钻石和身上那种面料形成一个质感的对比 也会提亮整个肤色 但是像是塑料或者布置的这种质感的首饰 可能就没有像金银或者是珍珠这么提气色 第四点呢就是精品和平价混搭 这种穿在外面的衣服可以选择质感比较好 或者是衣服一下贵了好多 最后一点呢就是我觉得穿搭的一个理念吧 就是Less is more 简单大方才会更耐看高级 尽量不要把太多的元素往身上堆去 因为堆的太多 看起来反而眼花缭乱没有重点 显得点价 身上所有穿的袋都是为了凸显你这个人看起来更好看 而不是把你觉得好看的东西堆在自己的身上 这样别人都变成了看这些东西不是看你这个人了 那之前和大家分享过的 把我女孩的不用力穿搭 就是会显得很慵懒很随意 给人一种很亲近自然的感觉 太过用力呢反而就离高级感渐行渐远了 除了在穿搭以外呢还要注意两点 第一点呢就是把自己的妆发搞好 就是如果不会化妆的同学可以化一个淡妆 哪怕打一个粉底抹一个口红 都比素面朝天的出去要好看 然后其次呢就是一件好的很贵价的衣服 即使它不运沾很多毛 看起来照样是很廉价的感觉 那OK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那希望今天的视频对大家还有所帮助 如果你有任何好的穿搭建议的话呢 也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给我提一些建议 那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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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